HELLO 大家好 我是守烏朵烈儿 还是有非常多人呢 在问我说什么 画出一个非常挺的鼻子 那今天呢 我就来做一个非常详细的 虽然我之前已经有拍过了 但是可能画质不是这么清楚 所以呢 今天呢 我还是要来介绍一下我现在的修容 那关于鼻子的修容呢 我会用这个KATE的眉粉 对 因为这个非常的好用 它同时可以画眉毛 又可以画鼻影 那呢 我是选择比较深一点点的眉粉 我通常修容的话呢 我只会用到这两个颜色 就稍微的这样子轻轻的刷一下 你想要那种混血而外国人的感觉 那这边呢 一定要三根的地方 一定要画的比较重一些些 那我通常呢 都会在这个位置 比较深一点点的阴影 就会打一个小窝的感觉 就在眼头这个 眼窝头处这边 眼窝头处是什么 就是 前端这里 眼窝最前端 然后眼的鼻梁 这边三根 我会在这边打 这里呢 这样子画过去之后 你们有没有看到三根就慢慢的出来了 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吗 这边鼻子就很像打 打那个什么 什么填充物之类的 这样子就会变成非常挺 有没有 很明显吧 就是画在这里 有吧 这样瞬间鼻子呢 就变得非常的挺 你可以稍微的在这边画一点点 这样会比较深邃的感觉 好 那你就是沿着你的鼻子画下来 就是轻轻画 切记 鼻影不要打太重 然后呢 鼻头的地方呢 我会 这样子斜斜的画 鼻头 你切记这样画下来之后 鼻头这边一定也要画到 好了 大概像这样 这边的鼻子 有没有就挺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就画这边 那也是一样 从这里 山根的地方 画到眼头 前端 这样子 这一条非常的重要 好 就像这样 这样子呢 山根就会渐渐出来了 好 也是一样 往下画 沿着你的鼻梁 有没有 这里也是 这样子你的 山根就会变得非常的深 有没有 这里 打在这里 就会有一个很深邃的感觉 没错 中时间啊 感觉你的鼻子瞬间就变得非常的挺 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因为就是下面有打的缘故 那你的鼻头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尖 对 好 那这是我平常就是画鼻影的方式 那喜欢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有人问你 记得在影片底下留言给我 或者是我的粉丝团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